今天很開心就是邀請你來中心 接受我們的訪談 我們也很好奇就是 你是怎麼接觸到正念 還有正念在這段時間對你的幫助 我過去呢 我是快遞師 在快遞生涯的過程裡面呢 其實我自己不斷在尋求 怎麼讓自己能夠放鬆 怎麼讓自己能夠舒緩壓力 那後來呢在快遞的生涯到最後 慢慢呢身心一直都很疲憊 那久了以後呢 慢慢就失去了熱情 就覺得很累 很累 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一直想要尋求突破 那時候做了兩件事情 一個再回到學校去唸 去唸那個台大伊燕迷的 另外一個呢 我開始去追求心理方面的東西 然後呢有一天就突發奇想 想說那不然我也來考一個心理智商 所以後來就去真的去做這個事情 而且硬气也不错 就考上了国北教的 心理智商的硕士班 但是呢 看起来好像如我的期望在走 可是呢 去念那个心理智商硕士班 往而是一个更大的压力的开始 我突然发现呢 我又掉进一个更大的陷阱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 五十几岁了 再重回学校去念那个书 硕士班其实是压力很大 而且对我一个会计师来说 要去念那个心理 完全都没有基础 所以其实在那段过程里面 其实压力非常大 但是我们不能表现出来 我们要很震惊的做那个事情 好 直到有一天 有一天 我记得去学校老师 好像要谈什么事情 就我到老师的办公室的前面 突然遇到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 一开始给我的印象 就觉得 哎 怎么有人笑得这么灿烂 第一个人看到 一面而来就是一个很温馨的笑容 那个人就是胡金梅 坦白讲那一刹那给我很大的震撼 哎 怎么有人的笑容这么的温馨温暖 而且对我那时候的焦虑 那时候压力焦虑 很高峰的时候 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从此 认识了胡金梅 哎 开始 慢慢真正接触正念 然后后来我也去上 这个军梅的这个 八周的训练课程等等 哎 慢慢接触正念呢 我突然发现 正念它是一个有系统的 而且对我像我这样子 企业节的人 然后压力大 然后呢 有一步其实我们是追求成就的 其实很大的帮助 那对我帮助哪里呢 我觉得有两个部分 一个呢 它可以缓解在压力高峰的时候 得到一个暂时的休息 所以那段时间呢 当我压力大 或是我每一天会抽一个时间出来 坐在 在办公室里我就坐着 然后开始回到呼吸 因为有时候工作盲目到 我甚至觉得 我是不是忘了呼吸 那忘了呼吸呢 就很多问题就会出现 可是当我回到那个当下去 觉察呼吸慢慢呼吸 哎 我这个身体的状况好像 有一点恢复 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做这个 这个这个念试对我帮助很大 第二个呢 快医师做久了 通常会有所谓的惯性 而且快医师呢 他必要遵守很多的法令规章 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呢 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行为 就会比较固定性 有点像SOP 我就要这样 就要这样 出去哪里 就要这样子 要走这一条路等等 可是呢 学着正念以后 让我一个很大的发现跟 很大的好处 当我回到呼吸以后 一段时间以后 我突然 会有一个新的想法 哎 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就换句话说呢 正念对我第二个 最大的帮助就是 让我产生了新的事业 那就有了新的选择 而慢慢产生了新的路线 刚刚听龙方大哥的分享 就是 跟我学习正念的感觉 其实很像 对哦 真的哦 我觉得正念就是 可以减轻压力 是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 是 或者是 你很容易东想西想 正念确实可以 帮我们拉回到档下 你刚才说的呼吸练习 其实我们在上班的时候 也常常会做这样的练习 是 正念啊 让你在 在职场或者是在工作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看见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其实这段时间呢 我觉得学习正念它是一个 长期的 是长期的 它不是学了八周就好了 也不是学了一天两天的 第二个呢 你有说在日常生活 在工作里面 你就要有所谓的 正念的 练习或是修炼 那我后来是把正念当做一种修炼 那这中间其实我 蛮多 其实蛮多例子可以来举 有时候我就会从办公室 慢慢走到厕所 那走到厕所呢 我有点是 所谓的正念行走的概念 当然因为在办公室 你不可能是真的这样子 但是我就会划慢脚步 然后这样走到洗手间 再回来 其实短短的时间 也让我得到反省 还有呢 这中间呢 其实我面对了几个 工作上的压力 刚刚有提到 业务不断要成长 业务不成长 然后还有呢 工作做久了 其实就倦怠了 但是从正念流到 我觉得说 我难道就这样子吗 难道就是这样在看财务报表吗 你同样的这样服务客户吗 有没有什么新的观念 跟新的方式 好 那中间有几个特别的事情 一个特别的事情 因为学了正念 也修了这个心理智商 我就比较能够看到 客户 他的压力 而且比较会同理他们 其实我很多客户呢 一直大企业的高阶 其实他们压力很大 可是 他们又不能表达出来 因为表达出来好像 在台湾这个社会好像是变成 你变弱了 然后呢 也不能对他的配偶 这样 所以他们其实是生活在一种 域足 但是我们都看不出来 看他们的物质生活都还不错 好 那这中间呢 我就用我的方式去感受他们的压力 所以有时候呢 在电话 或是在见面谈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我比较能够同理他们的压力 就是开始产生一个状况 有一些客户呢 就常常打电话来 表面上说要问我问题 其实他们就觉得跟我谈了以后 觉得 觉得 压力就舒服了啦 然后 我的业务 就开始好起来 后来我才发现 哦 原来 你从正念或从心理 就是增加业务的好方法 而且这个客户呢 变成始终的 他就很想跟你聊天 讲白一点 哦 那这中间其实也包括 我跟我孩子之间的 亲子之间的关系 我才发现 真正了解 我跟我孩子之间的问题在哪里 哦 原来在我自己 哈哈哈哈 哦 所以这中间呢 就慢慢的 我从这边开始修正 我对孩子的态度 慢慢的放掉等等 哎 我跟我孩子之间的关系 变好了 但是这中间需要一个 long term的 长时间的 哦 怎么去放手 哦 怎么去跟孩子的沟通等等 哦 那 最后一个我觉得 应该这样说 我觉得呢 过去我比较追求外战 哦 包括物质上的 包括成就感 社会地位 财富 哦 因为我觉得 在我过去的训练 企业界就是追求这些 而且我自己本身 也算是比较有 追求成就感 动机强的 的个性 所以后来呢 随着正念 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不断的 不断的 回来自己 去了解 哎 为什么 看到这个事情 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 我是这样的情绪 哦 或是我现在在想什么 因为随着正念 常久在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 让我对自己 有更深的了解 而更深的了解呢 在我现在的生活里面 我产生了很大的力量 这力量在哪里 当我对自己更了解的时候 我就知道选择 比如我现在还是常在外面讲课 我就知道 什么单位要我 我一定要拒绝 因为我在那个场合 讲那个课 是不恰当的 不适合自己的 某些东西 就适合自己 那这样子的结果呢 我就有力量做选择 然后呢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更做自己 当你更做自己 你讲出来呢 你就很潇洒 或者是 你就很过瘾 所以我说后来 从这里我再学到 做自己 了解自己的特性 然后真正做自己 是 绩效最好的方法 而且这样子 你更有力量 更知道自己 应该往哪里走 从过去呢 正念 我是把它带到 我的生活里面 那我觉得带到生活 我不断在觉察自己 像刚刚说 这个了解自己 我觉得这是 我们一辈子的功课 而这一辈子的功课 你不一定真的 我们自己其实是 很无限的面向 你在什么穷尽的努力 你了解的 也许只有一部分的自己 可是这样子的 努力呢 我觉得是值得的 而在这次努力的过程 我觉得正念 觉察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辈子的功课